这家男主姓佛女主姓教 却偏偏养了只爱好咬人杀生的狗 无论是上门拜访的乡客 还是前来串门的邻居 从步入院子开始 就要先过狗这一关 他那双眼睛会像激光扫描一样 上下打量一番来人之后 不合眼人直接开窖 如果粗心大意没看见狗 忘记了要保持安全距离 那百分之二百会挨咬 虽然邻里邻居的不好当面发 但从女主人家离开之后 就没有哪位大姨能忍住不发牢骚 刚才被咬的奶奶更是直接撩起裤腿 冲着镜头展示起了小腿上的淤青 还说自打这一家人搬来后 整条路都快变成他们家地盘了 平常从门口经过一下 都要看狗的眼色 提过无数遍让他们把狗扔了就是不听 现在女主人家里总共有三条狗 两只马尔基斯和一只迷你渡兵 性格上两极分化非常严重 马尔基斯干什么都慢吞吞的 没事情做就乖乖趴着不吵不闹 但迷你渡兵完全是颗不定时炸弹 他才刚刚十一个月大 从早到晚像有用不完的经历一样 不管听见什么看见什么 第一反应都是疯狂吠叫 本来由于夫妻俩的工作性质 家里应该视人越多越好 可现在拖这家伙的福 便成了来多少人被咬多少人 有几次更是直接把香客给咬进医院了 节目组上门录制时 马尔基斯正老老实实地坐着吃零食 小杜宾却上蹿下跳的像得多动症 随后更是趁摄影师不注意突然发难 跳起来就咬了小姐姐的手 紧接着彻底疯掉 一边咆哮一边冲出门跑了 工作人员还没反应过来 狗就消失在了镜头当中 主人家的女儿健壮赶紧跟了出去 然后就出现了四个人在后边追 一条狗在前面跑的无厘头场面 神奇的是一路上经过不少人家 村民们却完全不好奇姐妹俩在干什么 就好像这种逃脱事件并非第一次发生 可能是自知理亏 姐妹俩一句都没赶回 在角落里堵住狗之后 抓起来就往家走 不过小杜宾可体会不到主人的甘大心情 回家路上还是嗷嗷叫话 生怕自己不够招人烦的 女主人说狗狗大概是六个月左右 开始出现乱叫和咬人问题的 当时她模仿江迅犬式的方法教育过一段时间 比如有陌生人上门做客 先由她拉着对方的手在屋里走走 展现出清静无害的一面 在比如小狗兴奋吠叫时 主人轻轻打个哈欠帮助她恢复阵底 但几个办法实际应用下来 跟江迅犬式做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甚至可以说是丁点关系没有 因为小杜宾非但无法冷静 反倒会带着马尔基斯一起叫 甚至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还出现了攻击主人和拿同类撒气的情况 这天母女三人本来在屋里逗狗 谁知门铃突然响了 紧接着小杜宾跳下床铺跑了过去 门开后邻居本想进屋 可一看见守在玄关的狗也怂了 而男主人害怕对方受伤 就稍微伸手推了下门 没曾想狗狗扭头就咬了她一口 因为这种奇怪的攻击性 现在一家人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才决定给节目组写去申请 看看到底是他们的训练方法不对 还是这条狗真的不适合家呀 因为吸取了预录时的教训 这次江训犬师来到求助人家里 他们已经提前把小杜宾关进笼子 只留下比较听话的马尔基斯在外面 但这时狗狗并没有废交 于是训犬师让主人把他放出来看看 不巧的是龙门打开那个瞬间 江训犬师正好背对着跟导演说话 结果被毫无防备地连啃两口 他说遇到这种情况 无论主人还是被咬的人都千万不能慌张 如果主人大声训斥或者动手打这条狗 那会让他对陌生人的印象越来越差 但如果陌生人因为害怕转身逃跑 就会助长狗子的气焰 让他下次看到陌生人时依旧又叫又咬 最合理的方法是冷静下来 适当避让帮狗狗找回理智 训犬师一边说 一边倒退两步来到大门口 结果小杜冰立马不叫了 之后训犬师看了看四位主人 提出想让爸爸妈妈先进房间 从小狗的视线范围内消失一回 打直就说句话的功夫 小杜冰又趁机跑了 这次大女儿反应够快 追上去的时候狗还没跑出铁门 他以为呼唤几声小杜冰能回来 没想对方头都不抬直接窜了出去 最后还是一家四口分工合作 姐妹俩在后头驱赶 爸爸绕到另外一侧为堵 好不容易才把狗抓住 虽然是意料外的状况 但既然出来了训犬师也没着急 他直接从包里掏出牵引绳 让主人给狗系上 但从这家伙的反应来看 对于被拴住这件事相当抗拒 即便好不容易穿上背带 下了地也是一个劲的乱跑 训犬师告诉姐妹俩 迷你杜冰这个犬种 起初是被培育来抓老鼠的 所以自身就带了点狩猎本 如果面前突然有东西经过 他会条件反射想去追 去抓 而且十一个月正处在 经历最旺盛的阶段 一天到晚都闲不下来 也正处在狗狗的青春期 需要主人加强教育的关键时期 一行人在村里溜达了20分钟 稍微消耗掉一些精力后才回家 开始共同观看节目组录好的视频 而其中女主人的一组反应 吸引了训犬师注意 画面中小狗好端端地站着 却突然被主人骂了一声 然后扯到身边 接着用相当严厉的语气 命令她坐下 看起来就像生气了一样 但正当大家以为主人 要训斥狗狗的时候 她又将小杜斌 搂进怀里猛亲几口 直接给训犬师看懵了 更让人费解的是 亲完狗之后 女主人再次猛拍地板 要求她坐下 还狠狠地打了两下狗屁股 直接给小杜斌打没声了 而这样一连串画面看下来 女主人的情绪 似乎比这条狗 还要阴晴不定 不过除女主人之外 训犬师还发现大女儿 也会用蛮力叫一小狗 比如说吃饭时 对方趴在桌板下方 其实什么都没有做 但主人就是想把她弄出来 如果狗狗不听话 就伸手去抓 最后逼得对方 不得不通过咬人来反抗 而主人也会气到极点 哪怕在家也拴着狗 不给她自由 听完主人家的说法 训犬师先懵了一下 随后才组织语言给出解释 他说如果不明白狗狗想要什么 只是一味压制的话 也许那个瞬间会没事 但小狗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挨骂挨打 下一次的反弹 肯定会更加猛烈 所以要想科学教育 首先主人得保持情绪稳定 训犬师站在客厅不动 静静等待小狗的反应 当对方一边咆哮 一边朝自己的方向靠近时 他招了招手让小女儿过来 挡在自己和狗中间 哪怕位置不合适 把狗顶走也没关系 而仅仅这个小动作 就让迷你渡兵熄火了 接下来无论狗狗想往哪跑 小女儿都会挡在他面前制止 不用开口 不用动手 也不用发火 却清楚地将拒绝信号传递了出去 成功让狗狗冷静下来 甚至有些不知所措地愣在原地 等到小女儿完全掌握方法之后 训犬师让女主人也试试 就从最简单的不让狗上沙发开始 不过看女主人的动作 还是得加强练习才行 虽然起初失败了几次 但在训犬师的引导下 女主人也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从刚开始需要把狗从沙发上拽下来 到后来已经可以观察到小狗的动向 在他来不及跳上沙发之前 就迅速反应 接二连三地在主人那受挫 小独兵明显没有刚开始那么嚣张了 而当女主人跟小女儿 完成拒绝训练之后 要有狗狗最害怕 平常也教育他最多的大女儿 来完成夸奖训练 训犬师安排了一位工作人员 去门外按铃 声音响起的瞬间狗狗开始狂吠 如果放在以前 主人第一反应肯定是呵斥 要么就是上手制止 但现在大女儿需要做的事冷静询问 然后在狗狗吠叫的时候 往地面丢零食 先将他的注意力从门铃转移到主人身上 才能继续下一步训练 这样重复两三次后 小独兵就从开始的蹦着吠叫 变成了老老实实等待 偶尔会嚎一嗓子 注意力完全被零食引过去了 接下来主人要做的 就是教育他做下别叫 顺利完成指令才能吃到零食 因为从来没接受过类似教育 小独兵并没能立刻揣摩出主人的意图 这时不要心急 退一步把零食丢到旁边 先稳住狗狗的情绪 再进行第二次尝试 而这次他想了很久 最终成功做下 从这条狗目前的反馈来看 训犬师觉得相比于故意咬人 他只是社会话太差 完全没学习过跟陌生人相处的方法 外加上女主人殷勤不定的表现 让小独兵搞不明白 自己到底该怎么做 不过只要找对方法 变化会非常快 接着训犬师又看了下狗狗的玩具 发现几乎都是那种一咬 就会发出声音的 于是直接拿出剪刀 把发声部位去掉了 他说这类会叫的玩具 是和兴奋度低脾气好的小狗玩耍 但这条迷你渡兵本身就精力旺盛 还容易敌我不分乱咬人 他需要时时刻刻保持头脑清醒 但声音刺激 会加重小狗的兴奋度 之后除掉每日散步 在家里也要多做嗅觉方面的训练 帮助狗狗消耗精力 他就不会看到什么都觉得兴奋了 至于最后一点 是要改变狗龙的位置 目前他住在客厅角落正对着大门 无论谁进进出出都能看见 非常容易受到刺激 而且笼子本身就小 对于狗来说退无可退 会让他们比待在外边更加激动 所以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将狗龙换到屋里 再拿块更大的毯子完全盖住 让他看不到外边 自然而然也就不会感觉到威胁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录制大概一周后 工作人员过来做了回访 现在女主人只要没有工作 必定按照训犬施交的方法进行训练 还顺带叠小杜宾准备了一块座垫 而这样坚持了一周左右 他就可以在听见敲门声时 只靠近不吠叫 乖乖坐着等待指令了 虽然主人一家也是不懂 但开篇把狗放出去是真的不负责任 而且从村里人的反应来看 肯定发生不好几次这种情况了 只能说每条狗 每个品种性格都不一样 养得好第一条 不代表也能养好第二条 还是要从自身情况出发 理智养狗才可以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喜欢的话 请帮我点赞投币转发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